父母的恩爱和甜蜜 父亲喜欢抱着她 花她小小年纪就长得极是好看 将来一定迷倒很多女子 父亲爱极了母亲 所以对这个眉目更像妻子的儿子也格外宠爱 仿佛总是看不够 夸不够 这个时候母亲会红着脸撑倒 一天到晚就知道自卖自宽 母亲那柔美中带着骄傲的眼神 令她觉得自己是天地间最受宠爱的孩子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世间好像只剩下她一个 母亲无故失踪 父亲伤心欲绝 终日在外寻觅 一年一年 也许父亲也知道找不到了 但是他依然在外边流浪 因为害怕回到墨潭 面对那个太像妻子的儿子 他会因为过度思念而变得疯狂 直到有一日 父亲忽然归来 莫言才恍惚发现 原来自己已经不再是那个 可以为父亲一手抱起的小小孩童 而父亲也已经老了 本来以为他的修为 就是再过千年百年也不会老的 却在这短短的岁月中 变得满面风霜 父亲很是高兴 他终于找到了母亲的阴信 他兴冲冲地带着儿子直奔天庭 见到的一幕 却让他肝肠寸断 曾经倾心爱恋 视同性命的妻子 小鸟依人般靠在另一个男人的怀里 他们的手上牵着另一个小小的少年 那个少年和莫言有六七分相似 但是更像莫言的母亲 他的妻子 那个已经投入别人怀抱的女子 他们两父子在远处呆呆地 看着那个应该是自己的妻子 母亲的女人 温柔地替那位少年拉整衣服 温柔地为他拂开面上的碎发 那个小小的少年不叫莫言 他叫明蚁 也是他的儿子 父亲什么都没说 也没有冲上前去问为什么 只是失魂落魄地牵着莫言的手 走回了莫谈 再也没有踏出莫谈一步 莫言依然孤零零的一个人 父亲仿佛再也看不见他一般 总是静静地看着窗外 一天又一天 直到死去 父亲解脱了 魂魄重入轮回 父亲最后的心愿 是将他的身躯 敛化为一颗宝石 嵌在毡上 送到他曾经的妻子手上 莫言做到了 他迷惑了一个天庭的仙子 让那个仙子将毡子 混在母亲的饰盒中 那簪子上 没有任何害人的东西 但是据说他的母亲 从看到那只簪子起 就泪流不止 心痛如脚 纵是如此 依然死死握住 那只簪子不肯松手 天庭的仙人 没有在簪上 发现任何毒药恶咒 束手无策 一个月后 母亲出现在墨坛 一个人游魂一样 四处寻找父亲的身影 他说他想起了一切 但是太迟了 母亲也死了 莫言明白了一切的缘由 母亲为什么失踪 为什么令嫁 为什么忘记了自己的丈夫 忘记了儿子 一切的一切的罪魁祸首 正是明乙的父亲 莫言杀上天庭 肆意宣泽 心中的怨愿 他只是一个人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而言 也并无区别 天庭的仙人 出奇的不堪一击 就在他准备杀了天地之际 明乙出现在他面前 最终 他回到墨坛 游戏人间 纵情生涩的生活 让他觉得 就这样吧 也没什么不好的 一个人 没有牵挂 没有麻烦 没有烦恼 没有悲痛 没有愤怒 有的 只是寂寞而已 莫言不知道 自己出神了多久 耳边似乎听到 女孩子的哭声 是白白吗 心中刹那的黄喜 将沁入骨髓的 孤寂寒意 尽数融化 莫言一躺而起 追着哭声而去 声音从月季花丛 深处传来 莫言几乎是 抖着手 拨开花叶 没有熟悉的白影 一朵巨大的 绿色月季花上 立笔 整缩成一团 放声大哭 失望抽干了 莫言身上的 全部力气 她慢慢坐倒在地 呆呆地 看着 嗶嗶痛哭的身影 一言不发 沉浸在悲伤之中的 嗶嗶 抬眼看了看她 一下子坐直了身子 膝带着说 白白呢 白白在哪里 她 哼 她走了 碧碧愣了一下 多小道 她说她很快 就会回来的 我等着她呢 我都已经等了三天了 她 她不会回来了 三天 不是才过了一夜而已吗 你骗人 莫言没说话 站起身来 走出花圃 不过是只小小的狐狸精 心里默念的这句话 回到房间 倒头 躺在床上 一股倦意 让她只想安静地睡一觉 随手一滑 嗶嗶的哭声 被隔绝在房外 这一觉 不知睡了多久 醒来时 习惯性的伸手 在枕边一摸 入手的是冰凉软滑的云锦 不是白白 毛茸茸 又温暖柔软的小身子 心里那一阵强烈的失落感 让莫言挫败无比 一手直起 那块云锦小褥子 狠狠地扔到地上 不过是只小小的狐狸精 下床走了两步 却又忍不住 捡起那块小褥子出神 那是白白受伤时睡的 怕她伤口受压会痛 特地找来最柔软 最顺滑的云锦做成 伤好之后 那只娇气的小白狐 已经习惯了这块舒适的小褥子 依然要天天睡在上面 褥子上似乎还带有 白白特有的甜色花果香气 莫言猛然意识到 自己正摸着白白睡过的褥子发呆 心里一阵气恼 但是要扔了这块褥子 该死的 她下不了手 不过是只小小的狐狸精 头一次的 莫言觉得法力高强如自己 可能中邪了 白白随着父亲一路急赶 终于在第六天回到玉山 看到满山遍野盛开的月季花 白白又是欢喜又是伤心 自己还没来得及和碧碧告别呢 不知道她要多生气呢 碧碧是她到凡间认识的第一个好朋友 红红和云须虽然也算 但是毕竟相处的时间很短 不过她的伤心没维持多久 就变成了狂喜 因为她娘亲的身影 竟然在玉山脚下 在白元松惊喜交集之际 白白飞一般的扑入云浩雪怀里 用力又蹭又拱的 恨不得整个贴在她身上 云浩雪见到白白开心的眼泪直流 白元松虽然也开心 但更多的却是惊疑不定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看到云浩雪身后的山路上 转出一个轻衣少年 少年容貌俊美难言 神色淡淡的似风一般飘渺 让人捉摸不住她的想法 正是明以真人 看到明以真人也在 白元松知道 自己偷下凡间之事 已经瞒不住了 但是如果妻子是她带下来的 那天庭就算知道 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祸端 天庭明以真人 可是连天地都要退让三番的人物呢 自己一家三口 能否平安团聚 先看明以真人一面之间 所以白元松顾不得和妻女相见的激动 先行上前去拜见 明以真人举手虚扶一下 白元松那一半就再也拜不下去了 只听她道 白先生不必多礼 进去再谈 那边云浩雪想起正事 连忙收住满心激动 抱着白白过来 对白白说 这便是你神仙师父 明以大仙 快 叫师父 白白看了明以真人一眼 缩了缩身子 似乎被吓了一跳 过了一阵 才怯生生地开口道 师父 这短短两个字 在场三人都听得出来 是有多么的不甘愿 白元松脸色一整 就想对她不敬师长的行为 进行教育 明以真人 却自并不在意 嗡了一声之后 转过身 先进入狐狸家的洞府 白白趁着她不注意 伸手扯扯爹爹的衣衫道 我记得 莫言说过 他是明以真人的大哥呢 白元松大吃一惊 不许乱说 爹爹 你不觉得 他跟莫言 长得很像吗 白元松一想 确实如此 两人的轮廓 至少有六七分相像 但是气质截然不同 最主要的是 明以真人 他们早就见过多次 觉得他的容貌 本该如此 所以 也没往那方面上想 白元松此刻 回忆起来 难怪 当初见莫言 会觉得如此眼熟 云浩雪 不明所以的问道 莫言 是何人呢 白元松 想起白白的遭遇 不想 现在说出来 让妻子伤心 何况 还有明以真人 在洞府里等着 只得长叹一声道 唉 稍后再与你说 先去看看 明以真人 怎么说吧 他心里 已经信了白白的说法 但是 明以真人 他们认识已有数百年 又是天庭数一数二的人物 不管如何 至少人品上面 是信得过的 明以真人 成名多年 可是 却从不曾听闻 他还有一个大哥 恐怕这事 另有隐情 一家三口 心情忐忑的 回到洞府里 这是白狐一族 传下来 其中的一处洞府 也是白元松和云浩雪 当年修炼之地 生了白白之后不久 两夫妻就成了仙 上了天庭 留下白白一个 住在这里 洞府在玉山 白狐一族的祖先 当时随意的 用自己的姓氏 做洞府名称 就叫做 玉白洞 完整一点的说 就是 玉山上 白狐狸家的洞府 由此可见 他们取名随意 是有传统的 出现白白这样的名字 一点都不奇怪 明以真人 打量一下 躲在云浩雪怀里 闪闪缩缩 窥视着他的白白 平静地说 我和墨远 却是同夫一母的兄弟 白原松以家没想到 他一开口就说这个 想来是刚刚在外边交谈 都被他听在耳里 不由得善善的 不知所措 只听明以真人 继续打 我们从小分出两地 总共见面的次数 不足五次 不过 不管如何 白白这次的事 我已难辞其咎 这话一说 白原松夫妻的脸就红了 前者苦笑道 哈哈 大仙如此自责 倒叫我们夫妻 无地自容了 说到底 是我们急于和白白团聚 催他日夜修炼 结果这进境 比大仙预料的早了十多年 正赶上大仙闭关修炼 无法庇佑他度过天节 夜市白白命中 注定躲不过这一劫 你们是否怪我 出关后对白白不闻不问 甚至一直阻止 你们夫妻打探白白的消息 明以真人半点不含糊 轻易地点出了 白原松夫妇的心中疑问 只把他们说得脸红耳赤 既不好承认 也不能否认 尤其是白原松 思前想后 从天庭众先友的 躲避推脱 到下凡后 现在白白处境的糟糕 再到墨眼和明以真人的关系 不能不让他怀疑 这一切是明以真人 在背后推波助澜 就算不是 至少纵恶行凶的嫌疑 是喜不脱的 这根本就是希望白白落在墨眼手里更久一些嘛 当然 这样的想法只敢放在心底 绝不敢宣之欲口 连他自己都无法想通 明以真人这么做 能有什么好处 如果墨眼真的如他所说 与他关系形同陌路的话 白白和他有师徒名分 从小受他关照引导 就算他不喜欢白白 也没有害他的道理 好在 明以真人 似是并不介意 被他们夫妻往坏人方面联想 神态从容道 妖精成仙之前 去到红尘中历劫一年 更需经历一次足以灭顶的天节 所谓的就是了却凡尘虐债 同时以正道心 对白白而言 他历劫未完 而由我们这些人横加插手 却为他逆天改命 后果甚难预料 当日我派请天庭众先友 隐瞒白白之事 正是不想你们冒着 处犯天庭的危险 下凡去改写他的命运 可惜啊 人算不如天算 我想让你们安心等待 反而叫你们更加担心 也许 这 就是天意 这番非常义正言辞的话 如果从旁人口中出来 两夫妻多半会认为 是强词夺理 胡说八道 但是从明以真人口里吐出来 却由不得他们不信 要知道 明以真人在天庭 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物呢 白云松和云浩雪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云浩雪听出他话中的不祥之意 颤声地问 如今 白白命图已改 会 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明以真人摇摇头道 哼哼 现下我也不知 我已经向天地求情 赦免你们夫妻偷下凡间之罪 且为你们求得可在凡间停留一年 你们便在此好好陪伴 拜拜 但愿 我的顾虑 只是多余而已 白云松夫妇听得心下坠坠 但是 事已至此 让他们再放任白白 到墨眼身边受委屈 还是几个月 他们实在狠不下这个心 尤其是白云松 心知 白白就算熬过这一年 也不可能成仙了 更是不愿女儿 再受丁点委屈 而且能在凡间陪伴女儿一整年 实在是想都想不到的意外之喜 云浩雪抱着白白 脸上耸算有了点笑容 拜拜修炼之事 在这几个月后确定无事 再重新开始吧 这个灵道你们收好 若有什么意外 只要把灵当投入水中 我就会知道 明已递过一个金色小铃铛 吩咐一番便出了洞府 驾起祥云 返回天上 云浩雪疼爱女儿 当即找来一条红绳 将铃铛挂在白白镜上 白白连续赶了好几天的路 早已经困乏不堪 此刻回到父母身边 心安之下 窝在云浩雪怀里 便睡了过去 这一睡 再醒来 已经是第二天早上 鼻子里闻到香喷喷的烤鸡味道 比什么东西都有醒神的作用 白白一咕噜翻身坐起 就见娘亲捧了两只烤鸡进来 白白已经跳了过去 云浩雪伸手摸摸她的小脑袋说 快吃吧 可把你给饿坏了 白白乖巧的蹭了蹭她的手掌 撒娇道 娘亲最好了 说着便开开心心地按住烤鸡 阿屋一口咬向鸡腿 见女儿吃得开心 云浩雪也微笑起来 只是笑容不过一闪 便化作悲伤 她已经从丈夫口中知道白白的经历了 说不心疼 那是骗人的 对于多情重欲的胡仙而言 尸身根本算不上什么大事 但是 想到自己女儿清清白白修炼了五百年的法力根基 被一个混账男人一招毁掉 就不由得 恨得咬牙切齿 白白如果重新修炼 恐怕又是五百年 他们夫妻已经受够了和女儿仙繁相隔 难得一见的日子 昨夜 他们就商量好了 从此以后 再也不逼她修仙了 他们夫妻也不回天庭 拼着被仙界除名 宁可一家三口 快快活活的 再御山过日子 如果可以的话 倒不妨替白白招坠一个 知道疼爱珍惜她的好女婿 让她忘记那个可恶的混账 看女儿的样子 其实还是不懂男女之情的 所以也不知道伤心 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凭她宝贝女儿的美貌可爱 想得到她芳心的妖精 怕是可以绕到玉山好几个圈呢 再过这些日子 白白的结束过了 也该彻底忘掉那个臭男人了 到时 他们夫妻就带白白去狐族走走亲戚 就怕到时候一群公狐狸缠上来 甩都甩不掉 想到可以挑女婿 云浩雪的眉头又重新疏展开 看着女儿笑眯了眼 天庭清凉灯 明以真人一个人坐在廊下 看着面前一株月季花正正出神 过了半晌儿 茫然叹道 啊 莫非是因为我强行插手 才会坏了这一段姻缘 师父 云浩雪远远的就看见师父对着月季花南南自语 迟疑了一下才上前见礼 明以真人颇为喜欢这个弟子 招招手让他坐到自己身边 云浩雪偷眼看了看师父的神色 大胆地问 师父可是有什么心事吗 明以真人定定地看着月季花说道 哼 师父自作聪明 做了件错事 明以真人计划